我吃到的第一块是略厚的边角 整块烤肉四周的脆皮偏硬脆 中间的脆皮轻心一按就嘎吱作响 肉就如你们眼睛看见的这样超级多汁 配上干香的蘸料简直人间美味 快听快听 这块脆皮就是轻薄松脆的 可门就给我妈打电话 叫她再也不要争肘子了 年夜菜是有着落了 不过今年初期我可能不回家了 但无论身在何处 中国人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 当然不能缺乏仪式感 是我在天猫上买的新年装饰品到了 提前营造氛围就能尽情感受年味 年关将至柴米油盐酱醋茶 家家都得囤些年货生活用品 买年货当然要买最划算的 给我老儿囤一罐爱用的面霜 最近爱穿这种不嫌腿粗的靴子 1月20日至31日 在天猫年货节 全场满300减30上不封顶 作为一名合格的肥宅 我才不会去人山人海的超市和大业大麻吉 天猫陪你团团圆圆 采购年货的同时 也要把幸福快乐和浓浓的年味带回家 最后二秒祝你年年勇余 牛年忘返哟 今天是你宅在家里的地 天此刻最想念的美食室 吃炸鸡嘛 嘎嘎脆 包着一箩瓢嗷嗷乱啃的那种 不要老说什么 进我的收藏家里吃灰这种话 等一行过了 也许你就能化身 妈妈的家容小面袄 家中的特洁大厨呢 今天这款炸鸡特别特别简单 用盐胡椒蒜粉调味 做五分钟马沙鸡 干上保鲜膜 放冰箱腌制一碗 要是感觉一夜不见机 腿子如隔色